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可能有一个以绝经器为标志 她就完全失去生命能力了 那男人来说可能活到老 一直只要你的生命在存在 你的精子可能永远还是在产生的 第一个来说我们和年龄来说 那第二个来说你身体状态越好 健康状态越好 那你精神质量可能越来越好 对吧 那比如说有些人这段时间劳累啊 心情不好啊 或者说比如吸烟喝酒太多 这些不良的外界因素 它都会干扰你的精业质量 那还有一点 我们说在你如果说你在怀孕的时候 那精业质量最好 我们也有也有这个统计 就是我们说一般这个精业精子质量 距离扇子排精三到七天 精子质量是最好的时候 如果你距离扇子排精不到48小时 你的精子大多数是比较幼稚的 还没有完全成熟 我们经常说就像幼儿人的小朋友一样 如果你超过七天 那你的精子就衰老了 那就跟这个比如说我们像这个80岁的老人一样 最后我们鼓励 尽量在距离扇子排精三到七天左右 进行性生活 这是你的精业质量是最好的 这次是你的精子质量最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